來講啦 當然你如果在做創作 他其實是不用管任何的大小 比例來講不用管他 但如果贏真的會運用到我們真的模特 當然你除了你今天模特的是老外 你也知道老外的手的臉都比我們的手還小 所以比例來講你要做很誇張的 對比的其實也都沒有關係 你要做小的他也很好看 為什麼他的五官就是很精緻 比我們的手的發展還要再小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的模特真的是東方人來說 我們東方人的五官地底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所以會建議老師你們如果在做的話 不管你要是做比較打比方 有的人會是做比較圓形一點的 但是原則上到上面你還是要稍微有點粗 可能要做的菱形的效果會比較OK一點 打比方可能我們的雛形可能都是以圓形下去來講 那當然可能有的老師可能會做 底下在捏的形狀可會做比較土圓形的形狀 那也是OK的 那所以老師底下我們在看大小來講 你們可能要稍微 因為有的做可能會有的比較大 有的比較小一點 或是你在拉的時候 你看如果說你剛好 有時候我們剪不一定 法量都會剪的一樣多 如果你今天剛好的法量 你可能在剪的時候 有一些法量可能會被你扯掉 法量是比較小的 比較少或是比較圈圈比較小 你就是稍微順序稍微排一下 它是可以放在比較下面的部分 或是放在比較靠近你要接頭式的地方 和底座的地方 那當然在上面延伸來講的話 你可以 法量是比較多的 或者是你拉絲的地方是比較大的 其實稍微拉 所以我會說建議頭髮法量 前面已經下面是放比較少的 那上面法量已經放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要去拉絲再拉大一點 你就要有那個空間去拉去操作 那如果以 這個都是以正中間之一的部分 那當然可能 像我可能會部分會擺 斜的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斜的話 老師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一般大部分 我們不會五五一般 一定都是三七 那一般我們等會講的就是三七分線 那大概就是 這邊是一等份 這邊是兩等份 就是大概我們一般就是指我們三七分線 或者是一般我們在擺頭式的 這些大部分都一樣 擺起來會好看的比例來講 這邊是兩等份 然後這邊是一等份 那其實做長髮梳理 再做包頭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那個比例的部分大家就是 如果去掌控來 那就會看起來就很漂亮 所以大部分有的大部分都會做三七分線的部分 那老師你們等一下可以自己決定 就比如說我可能在前面的這個地方 遮頭這個部分你們要用七年圖去做結合 或是你們想要用花去做結合都OK 或是老師你們自己有帶素材的也都是可以的 前面要當底座去做修飾的都可以 或甚至是說 欸我前面我這裡我就是全部都要用頭髮 所以我有請老師為什麼二十數法術 全部都要做完的原因在這邊 就是有時候多的法術 因為不見得我們美術法術做起來都會很漂亮 那其實有一些搞不好你會淘汰掉 那你如果有多做的話其實他可以去多做一些修飾的部分 這個都是指正面喔 不是正面做完而已喔 我們還有背面喔 所以為什麼會說 為什麼要六十支的用意在這裡 因為你如果說從側面看來講 最高點看老師你們的設定是在 打野方設定最高點來講在頂部點好了 那我們前面這裡做完了一定有要見證程式嘛 少到慢慢到變多 相對於到後面的這個部分來講 呃你也要慢慢的見證下來 我不可能就只做前面然後後面完全空了完全沒東西 那因為老師我們是不是有做底座的部分 那底座我會依然用到明天的真人模特兒的部分 看一下 然後底座老師你們雖然只是做一個這樣子而已 你們的應該是長像這樣子 然後其實如果你們剛好有帶有寶特瓶的還是什麼容器的也都ok 那如果沒有的話老師你們自己可以 只是這樣怕你們很熟有點會痛 稍微折一下 他就有這個形狀 那用意在是 他插進去的時候呢 他的會剛好會卡住 他比較不會亂掉 那其實這樣子卡進去還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你不知道你到底這邊 他其實就是跟插花的概念一樣 我不曉得我到底要這一撮頭髮到底 要放多下面多上面 比例才會好看 所以原則上為什麼會請你們這個 有的留比較長有的留比較短的用意在這邊 多的我們還可以減掉 但是少你還會增長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老師這部分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那頂一下 因為明天的話 真人模特兒的底座會是這一個 我這個還會再加上去 但是如果說因為老師你們今天 我這個就沒有再加你們做 因為再坐下去你們可能 真的晚上不用睡了 這底座部分老師你們等一下可以自己設定 你是要架在比較有點斜側一邊的部分 正中間也都OK 或是你要讓他在比較垂落在下面的位置都可以 那垂落在比較下面的位置是 有時候你如果剛好要接青年土 然後你要銜接回去比較好銜接 然後到最後這個就是直接可以拿起來 那其實有時候旁邊有這個夠好用力 就是我們真的在做真人的時候 他這個是可以下黑色小髮夾 其實如果說這樣子用完 我下面這邊我其實都還會在 用沙網或是髮棉也都OK 或是有的老師這裡面也會放髮棉 這樣子他剛好放進去的時候 插進去剛好會抓滴滴更強 因為他裡面不是空心的 所以如果回去老師你們裡面要放髮棉都OK 沒有問題的 放完髮棉 然後或者是說在 因為一般這個在做我們都會邊底座比較多 那如果說以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沒有邊底座的話 那老師你們就可以用針 提針啊 我們先稍微假裝固定一下 那固定好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操作 那這個的話我先把它當成像 後腦勺的部分 然後我先用皮子針先固定 然後我先用皮子針先固定 謝謝 風格 然后老师们可以去看一下 挑一下你觉得如果你刚好是 这个有要露出来在额头的 你可以去转一下 看你觉得哪一个部分 哪一边你是觉得比较OK比较好看 或甚至你前面是有要加头 有要再加另外的头饰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修饰的部分 那一般我们在 不管在做头饰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会先从最前面的底座部分 先开始先做 从看是要先从最小叠到最大的部分 或者是所以前面来讲 因为我们彩妆师它前面 在做的是以清典图是以水蓝色的为主 所以我会先把水蓝色的部分 先摆在比较前面的部分 然后我就会去看 我有的水蓝色的是比较小一点的 的部分我就会先放在比较前面 因为有的一定会稍微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挑回来 所以刚刚为什么有分颜色的用意在这边 就老师们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的大小的部分 或者是你刚开始就可以先把大小 先把它稍微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 好 先从最前面这边 然后还有一种 这样子讲好了 因为铁丝除非是像你都是用同一个尺寸 那我会建议如果说你刚好在比较前面的 如果说老师你们的刚好有一个 像我这一个好像就比较细一点 铁丝是比较细一点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比较前面的部分 因为如果是照越后面你要做的高点是越大的越高的 有时候铁丝如果胎下是比较容易会软掉 这部分你们可以稍微也可以稍微去筛选一下 就如果是比较细的部分 你可以放在前面 然后一般前面开始的话 一般都是两个或是三个起头 两个或三个 然后把尾的尾端的这个提示 如果我们都一样先不理它 然后一样都结端的方式 然后一样都结端的方式 然后其实我们在摆的时候 其实会建议不一定都要完全平面的 所谓不一定完全平面是当然老师们 用铁丝下去做 为什么我们其实用这个铁丝不用线下去做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你如果要刚好要转 就要转其他方向 或者是我今天要做的位置是要稍微有点斜测 为什么它会比较好去调整的部分 所以 所以摆放的位置的部分老师们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摆放的位置的部分老师们可以自己决定 开始 因为我前面这里还会再放青年图的部分 这个我一定是最后头发铺完我这个已经最后才放上去的部分 青年图的部分 所以这个我会留在最后放 那我先跟老师们讲一下 那当然色系怎么排列怎么做老师就看你们自己想要的感觉 那我会跟你讲一下就是排列部分 那当然就是 如果一般老师应该都知道我们在做长法书里就是所谓的见证或见解嘛 那当然色系的排列如果说因为刚好你的色系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的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做起来的感觉 然后我们做起来的感觉 然后我们去看位置的部分 老师目前这样OK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哦应该这个应该是应该是还好 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排列部分看你们想要的成型的效果如何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去做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好不好 老师谢谢 然后你